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先掌声请出 本场的男嘉宾 有请 来 掌声有请 马宝珊 63岁 沈阳人 放偶之后 短婚离异 退休 有房 子女以独立 大家好 我是沈阳 快体运动的老马 来 欢迎你 欢迎 这男嘉宾 您上来小手一插兜 是怎么的 要给我们女嘉宾 下马背一背 刚才听到女嘉宾 脾气都不咋好 我一定放了 你直溜的力尘的 这紧张的 已经无处安放了 对 一上来 竟然上来的 一看就挺有气场 我就发现个事 你又发现个事了 就无论我书上场 是插兜 现在插兜也好 还是刚才自我介绍也好 我发现我右手边 有几位阿姨 那眼睛都掉里了 直勾的 太帅了 说 我跟你说 尤其刚才 见年阿姨 脑袋都不带动的 头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定格卡那的一样 然后刚才 八号是可能爱送丘伯的 是吗 就一直在看她 因为我知道她是颜值控 她就一直盯着我们叔叔 行 我这样 我问一下场上八位姐姐 谁在择偶当中 有这个要求 对方得长得 帅 帅 来 举手试图 我想看看哪位姐姐喜欢 这边四位都喜欢 赶紧请你八八号 这边 八位女士都想找说 全票通过行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八个姐姐觉得我们本场男嘉宾长得帅的 请举手 举手 一号 三号 这边是六七八 哎呀 过半数了 有人夸你帅没 有的很少 有的很少 你觉得自己帅吗 还行嘛 还可以 你为啥这么不自信呢 自信 但是你不理谦虚点 我觉得今天叔叔你不时尚 人家撒谎呢 我可听你身边邻居说了 听你好哥们都说了 人家眼前这位叔叔 从小帅到大 自己都说 哎呀 那不是从小帅到大的老马吗 对呀 老马 哎呀 当年的 小马哥叱咤风雨 是 老马哥也毫不逊色 男嘉宾长得很帅 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的男人很好 身体素质一定很好 听男嘉宾说话的声音很小 男嘉宾属于暖男吗 温柔型的吗 挺敢说 还底气不足 我说话平时是这样 平时就这样 生气吵架的也这样啊 吵架 吵不过 但是性也不是急的 但是就是两方面 你找个急法 就是有事解决问题 什么事啊 就是着急办事 什么着急 男嘉宾 你是大男子主义吗 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怕你大男子主义 找个二人就是说 你这些马帝车 一样的有压力 好 提到压力 首先是来讲 你要有压力你就被找到 这不因为产生了什么吗 对着身体造成伤害